菅義偉的專機當地星期四晚抵達美國萬利蘭州的空軍基地 菅義偉是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之後第一位接待的外賓 兩個人當地星期五下午在白宮會晤 會談焦點預料落在中國議題 白宮高層官員透露 美日領導人會討論新疆和香港的人權問題 亦會談及台海議題 並會在會後的聯合聲明裡面提及關注台海局勢 表明美日認為北京派戰機到台灣空域等的行動 是跟和平和穩定背道而馳 這個將會在1960年代美以來 日方在美日聯合聲明提及台海局勢 但白宮官員同時指出 美方明白日本和中國有密切的經貿關係 尊重日本對華審訓的回應 美日同時會宣布總值20億美元合作發展5G技術計劃 協助建設取代華為的5G設備 日本傳媒報道 兩國會談到中國海警船接連駛入釣魚島海域 再次確定釣魚島是入美安保條約第5條的適用範圍 預理亦會公布下次四方安全對話的舉辦日期 同時邀請南韓加入討論應對中國和北韓 有線電視記者梁徐山報道 在北京外交部形容日本領導人訪美 兩國對華採取消極態度 已經就此向美國和日本表達嚴重關切 說日美發展關係不應該針對第三方 英國促進地區國家互相理解和信任 不得搞針對中國的小圈子 中方會視乎情況作出必要回應 明集中